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技术系 之前一直是自己创业 没有那种跟一些大型的团队合作过的经验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上 我觉得不能只看钱 对于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 如果说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平台 我能够在里面做一些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策划 反正我觉得我主要侧重的还是 体育和公益这块 蔡国林 34岁 浙江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专业 博士毕业 大家好 我叫蔡国林 今年34岁来自浙江朱济市 我2000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毕业 2006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毕业 在今天我想找的工作是一个大型的 全国网站的线下活动策划总监 谢谢大家 参加老师你好 韩英国林 国林是本科毕业是哪年 2000年 就是96级的嘛 现在咱要说到那个学历 虽然在这个平台上咱们不讲学历 不单纯讲学历 但是说到学历 咱六年都花了 现在跟人聊只能说到本科学历 我不觉得遗憾 我觉得找工作最重要的是能力 当时怎么想的 到了06年 想起来异业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01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疯狂地爱上了羽毛球 就开始做校园代理 代理羽毛球产品 羽毛球产品 对 05年的时候 按道理05年应该毕业了 博士应该毕业了 因为你也知道北大的博士是需要论文的 导师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完成不了 所以当时是申请了延期 延了一年之后 感觉我没有 我没有精力去投入到科研里面去了 咱当时就觉得卖球拍 卖球鞋 比科研对你的兴趣会更大 可以这么说 但是其实我想的不光光是销售 其实体育产业其实光光是销售了 包括很多俱乐部的活动 还有赛事的组织策划 还有各种 整个一个产业链 我觉得是非常吸引我 我觉得值得我用一生去追求 所以到了06年 自己就开始认真的把这个事想清楚了 我觉得如果在这么模棱两可下 很可能两边我都做不好 04年你是做的那个体育的公司 对吧 这个公司一直做着呢吗 做到哪年 到目前为止还做着 这公司怎么样运转的 公司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嘛 一部分是盈利部分 一部分是非盈利部分 盈利部分主要是产品销售 非盈利部分呢 主要是做一些活动策划 包括还有烧钱部分 就是去赞助一些高效的一些比赛 我能问问咱公司挣钱的事吗 方便吗 可以啊 每年的纯利 大概有多少 一个月大概四五万吧 一年就是四十八 对 就一年五十多万 差不多 差不多啊 你是烧钱 你是负责烧钱的部分 谁挣钱啊 我爱人负责挣钱 你说你爱人往台下瞧 哪个是爱人 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欢迎蔡柏林的爱人 欢迎欢迎欢迎 是同学吗 我们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的 偶然的机会认识的 来回答老问题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 有责任感 聪明的人 缺点 缺点的话 我觉得他的那个有点 永远大过于他的缺点吧 没说从你的角度的缺点 就是别人 大众 你现在就是他一熟人 说说缺点 缺点的话 我觉得他在销售方面 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销售差 对对对 我比较喜欢卖球 卖球鞋赚钱 他是比较喜欢去 怎么说呢 为了他的理想吧 然后致力于推广羽毛球运动 然后去外面做活动 咱们好好说缺点吗 他的缺点是致力于推广羽毛球活动 哎 你看人呢 你看人这两口 这日子过的 哇 你太过分了 这样 哎呀 行了 咱俩聊 把它忽略不尽了 这是你的胜利军 为什么想到出来找工作 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够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发挥 所以今天国内也明确的提到了 要去一些大的网站对不对 对网站 我求职的职位是策划总监 总监 不是总监干不干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是活动策划 但是我希望 我的目标是策划总监 好 明白了 但是大的网站 大的网站 你举什么手呢 我们也很大啊 在我们的心理 我一说大的网站 你就举手 我已经说我们嘛 来 提问 再给我再和您确认一下 您是四年制的北大本科 对吗 对 所以说您证明了 您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在你读博士的时候 也放弃了博士学位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句话说 创业者是野猪 职业经理人是家猪 营作创业做八年 做得挺好 赚钱 野了八年之后 怎么到一个新的机构里面 去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呢 我希望能在一个大的平台里面 能领导一个团队 其实我觉得 也算一半是给自己打工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你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野猪也惯了 放到圈里面不好养 我明白我明白 你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要告诉他说 我野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好养 你得你明白吧 你把这个 你要你要说服他们这个 来 我觉得碰到了好的老板 我是非常好养的 那我去问问题 现在比如说你去了木炎镇 因为你说你优势在烧钱 而不是挣钱 这种情况下 你会把木炎镇烧死呢 本来盈利也不多 本来互联码线就被全烧的 我到公司里面 不会是去烧钱 因为你爱人说 你缺乏销售能力 比如说百合网 我们的这个活动 大部分都要求是盈利的 你看你刚才给大家 错误引导了吧 来 我觉得我们最初的盈利 都是靠他去推广羽毛球 比如说在附近学校 做广告啊 然后顾客 他会知道我们这个店 他的目光非常的长远 其实我的销售能力 如果再强的话 如果没有客人过去的话 我估计也没有人的话 就是知道我们这边 然后我的能力再强的话 也发挥不出来的 其实完全靠他 对 是他的能力 我觉得他非常有远光 柏林 稍等稍等 你什么时候 欢迎来这找工作 好吗 等你们家电倒了以后 好不好 他真是 他真是一个好的 面对面的这种销售 力量太强大了 好来柏林 柏林先生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回到 那个创业者 跟职业经理人 就在你的简历里面 你提到就是你理想状态 是无固定的工作时间 你理解的 无固定的工作时间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做活动策划 应该是 我的理解是 应该是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公司大楼里面 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外面 在外面干嘛呢 现场你也策划好了 你也得去看啊 或者说是 因为我 就是说你不喜欢 待在办公室里 但并不是说不喜欢 不喜欢full time的 或者是全部的 你现在要找的是 全职工作对吧 这是个全职工作 但是就这样 这么说 国林想找一个全职工作 但是他希望这个工作 不做班 但是因为他 很多 稍等稍等稍等 近播流程的问题 我们下一轮再问 现在第一印象 活动执行 活动策划能力怎么样 第二轮大家可以继续考察 第一印象 各位 签选择 国林 适去 适去 适流 选 好 不错 十二点灯 全部都亮着 来 发挥强项 慢慢聊天 天生我有 二位先给一个观察意见吧 陶老师 他自己其实描述什么事 没有那么多华彩的语言 其实我会觉得 可是他又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他自己的经历 已经证实了 他的行动力 他的才华 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好的 来 谢谢 我最后的意见就是说 无论是家庭作坊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你的领导力 让他们知道 要证明自己的领导力 好不好 来 各位去 是七千年 北大 七千年生的是吧 北大 放弃博士 创业 这是很好的故事 我也知道很多 北大清华的创业 很成功的 做体育也是一个 比较遭扬的行业 你刚刚讲 你这个公司没做大 没有团队 你能 你反思过吗 为什么没有做大 没有团队 其实主要还是缺乏资金 然后呢 我 所有大学毕业的 学生创业都没有资金 对 一个是缺乏资金 还有一个是 我觉得我缺乏 他一个当 大公司的一个 总裁的能力 具体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 姚总那样的岗位 所有大公司 然后还有 小公司 别别别 静薇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我还有一个 蛮重要的问题 上海 麦尔广告公司 总经理张静薇 麦尔广告公司 拥有专业的媒介团队 为客户提供 媒介全案策划 威士投放代理 内容整合营销等 全方位媒介服务 如果 现在不假设你是一个CEO 你只是一个策划的总监 总监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刚才你比如说 你不要full time 那是不是代表着 你不愿意接受监督 你的行为规范 是否可以达到一个老板 可以很好的去运用你的这个程度 好像不是full time 那比如说你不做班 你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面 但我不做班的时候 我在外面的时间 应该老板也是可以监督到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 它两个优点 它两个优点 非常优的优点 这是这里面 一般的老总统达不到的两个优点 第一 它知道它自己不能什么 第二 它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你正在寻找这种爆发力 你这个爆发力的 这个思维路径 你跟我说一下 你想找一个大的平台 一定是你知道了 自己有一个力量 没发挥出来 好 这个路径告诉我就行了 好 谢谢 其实我想找一个大的平台 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目的 其实之前我想过自己去创建一个网站 就是类似于羽毛球的 或者说体育方面的那个门户网站 但是呢 我知道要做这么一个门户网站 它需要烧的钱太多了 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神奇的羽毛球网站的话 可能我的好几个亿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个神奇的网站 这么大一个平台在那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的主要想法 还是想希望通过五八这个大平台 来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这样 你其实今天找工作 是想去五八同城 盖一个羽毛球板块 应该说是体育板块 我的目的是 还是比较大一点 你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就是准备怎么做 做一个定场系统 做一个定场系统 而且就是说 比如说做一个俱乐部系统 就说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打球了 我可以通过五八这个平台 我可以很快找到我附近的那个 场馆 任何一家场馆 可以知道我这个场馆 什么时候有空 或者说我想参加一个 不是我一个人 那我打不了 一个人打不了 我可以参加一个俱乐部 我可以在五八同城上 很快地找到一个 可以吸收我去打球的一个俱乐部 他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在我们那个 我们曾经想过的那个 那个要做的事情里面的其中一个 好 一会儿就有点评论 稍等孟希来提问 对 光临啊 我真的给你建议 你不要去找什么求什么职了 你就自己创业继续吧 第一个咱 咱这个当过老板 你心态 包括这这儿的老板 看你肯定有异样的眼光 不知道你新收获了没有 这个我很清楚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好 前面他一直我都没看出 他有什么那个策划专长 但你刚刚那个特别到点 因为我也爱打球 我不会打羽毛球 我会打网球 我常常苦于找不到人 大家很难凑 来来来 姚静波说一句 你可能讲到投资人 姚静波你说完了之后 该该该该该投票了 快说 最重要的不是说 系统要多难实现 ERP系统要多难 所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实现 有技术 只要有需求 有用户需求 最重要的是 这个东西做出来 有没有人用 如果说有个人 特别了解用户需求 特别了解这个行业 是的 他能够把产品设计出来 系统一定能做出来 关键是这个东西 那静波他可不是一个 线上产品的设计 对 我觉得就是用户需求 对 说句话 抱歉 你希望新的环境中 你上司老板是什么样的 你希望你未来的成长前景 是怎么样的 可能你追求不是钱 但是你薪求要求是怎样的 好 把这三个问题回答完了 这是你在第二轮 最后要回答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老板 是应该要给我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度 如果约束太多的话 可能我的能力会发挥不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心境有没有要求 最低最低 不低于两万就可以 但是我要求 是月薪 月薪 我希望我能在一个 大的平台里面 占有一定的期权 相当于我可能 也算是在为自己打工 就是说可能在打工和当老板之间 找一个平衡 有的时候求职者在这说的时候 我老拦着 别说别说 一会儿以后有机会 咱找他要钱去 但是国林这个 可知道什么是耳 放出去之后 能钓什么鱼 现在12位 12条鱼们 做好准备 你们是让钓呢 还是不让钓呢 选择 哇 留下来的人不少嘛 六位留了下来 来说一下职位 苏西大街网 其实我刚开始 我觉得这个应该 只有大街网能提供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应该叫 可以叫活动策划总监 活动策划总监 好的 来 柯斌 列聘网 我们这个是一个策划总监职位 主要针对MBA学生的项目 对 高校的MBA学生的项目 好的 来 从职位上负责人讲话 我现在我没法确定 你作为总监管理学生会怎样 我需要从一个高级经理开始 这样开始 如果做好的话 咱们在上空间是很多的 高级的策划经理 对 好的 来自居民优品 来 五八 职位就是你想要的 打造一个 这个最好用的体育赛事预定 这个预约 包括参与的一个系统 这个项目本来就在五八的策划里面 这个计划里面 好 你进来的话 我们立马启动 好的 就是五八体育 这个项目的策划总监 好 来 直接 我能提供的是 让你天天能做策划 也是策划总监的位置吧 策划总监 我看好他 来 卢宇千叶珠宝 我有一个推荐 就是李宁 我想大家都知道 李宁有一个羽毛球事业部 这两年刚刚在做 它是在打造我们国内的 我想如果你做应该清楚 我们整个国内的羽毛球 这个推广工作 不管你讲的 校园的 还是跟国家体委的 国家羽毛球队的 都是他们在做 如果你喜欢的话 他们符合你 无固定工作时间的限制 你的薪水对他们来说不高 如果你想去 我可以帮你推荐 李宁我很熟了 很熟 对于你来说 不用思考了 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再见苏寨 再见 那个边 没事 再见 陈欧 不好意思 我还是比较坚持我的体力 不好意思 再见 再见 陈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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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剩了下来 58同城和华裔团媒 谈钱不上感情 十位都一样 都是策划总监 来吧 我给你的是 那个产品策划总监 你就是58体育 这条产品线的负责人 我对你有个小要求 就是 我不希望你是 在产品策划阶段 在运营之前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在外边 你需要 跟团队沟通 需要开会 前期能够 这个 坚持把这个产品推出来 我给你的薪资 我不会跟你谈那个 肯定在你的要求之上 两万以上 并且 你的产品上线 如果说有用户的话 我们会给你 相应的期权 就是你给的薪金 是大于两于两万 肯定大于两万 对 好的 来 子健 我是这么看你的 我是说 给你一个汽油桶 你是知道去放火的人 但是我给你一个汽油空桶 你不一定找到汽油的人 刚才本来那个价格 应该是在两万左右 我会出 但是刚刚就最后一瞬间的交流 你出了一点点障碍 一点小问题 就是 他明明这么热忱的 热心的给你推荐到李宁那去 你应该说谢谢 而不是说我认识李宁 这搞得推荐的人很尴尬 这我要给你打折了 谢谢 再两万以下吧 打折了 只剑给的薪水 一万五 一万五 好的 那个我再补充一句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人 做好事情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你要做一个 从您开始打造一个 没人做过的平台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困难 但如果说你真的喜欢这个事情 你能把它克服过去 好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有问题 还需要有追问的问题吗 可能台上不需要了吧 这个 大概再继续吧 你这里藏着多少心思呢 就是啊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58同城 还是华裔传媒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的选择是58同城 谢谢姚总 谢谢姚总 我是小李星高 谢谢你 新书送上 谢谢 其实这个结果 还是在我意料中通的 我相信我的能力 而且我就是奔着五八同城来的 但是毕竟没有过带团队的经验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 应该很容易学 加油 祝愿在五八同城 谢谢你 以后有机会 我们一起打羽毛球 祝愿早日见到你那个分开 谢谢